花蓮玄天宫庆祝周年特别捐赠453斤白米 给洁安乡北昌村、圣安村的中低收入户老人 还有儿少、弱势家庭 而花蓮县后备宪宗贞协会 更是加额136个便当响应这项爱心关怀行动 洁安乡有俗真特别到场颁发 感谢这样也感谢社会带来善行的正能量 花蓮玄天宫主是北极玄天上帝 在庆祝周年的同时也集结了企业和社团 展开了关怀弱势行动 这个玄天上帝生日 然后就借这个机会 配合我们后县的帮忙 来做这个爱心便当 便当130份 白米也130包 洁安乡南游厨真特别到场颁发感谢壮 感谢企业社团的爱心益助 本次是大王公面以及台越外籍新娘 迁启的社会服务 年年都给在地的北昌春 更多的社会关怀 尤其在今日他们成立了 玄天宫也来挹注宗教的力量 此次带来了白米捐责 还有午餐便当 迁启忠贞后县协会来布施 我们相信社会有爱 关怀地方年年不忘 为我们在地的社区 跟我们乡亲来做 面对面的一个救助的关怀 再一次谢谢 迁启极安爱 来让极安更精彩更幸福 花莲玄天宫和台越外籍姐妹会 共捐赠了453斤的白米 给吉安乡北昌春 圣安村的弱势家庭 而花莲县后备宪宗贞协会 也加而赠送了136个便当 响应这次关怀行动 期盼可以传递助人为善的种子 也发挥抛砖引玉的精神 介入会节安相报道